Lio聊斯基 天梯的路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喬治亞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RF地圖 先來看一下立陶宛人這邊的特色 立陶宛人只要每撿一個聖物到修道院裡面 都可以獲得騎士或者是列提斯的一點傷害值 立陶宛人打法比較偏向於垃圾兵路線 加上遊俠跟寶兵大落馬 馬攻路線也是可以走的 立陶宛人他的垃圾兵路線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槍兵跟毛兵的移動速度都是非常快速的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可以獲得移動速度的優勢 主動權 打槍矛前壓 然後在城堡時代轉身旅 遊俠 漏馬 這些路線都是比較適合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喬治亞人的特色 喬治亞人特色是 他的開局時會獲得一台羅撤 這就同等於 開局就送你一百木頭 而且這個羅撤呢 你可以去採資源 你要採黃金阿 法木阿 都是可以的 那喬治亞人呢 強化教堂 可以讓他半季九格內的 這個村民的工作效率 提升10%的工作效率 後期呢 這個莫娜絲炮 是這個防禦非常高的近戰單位 剛好遇到立陶宛 他的獵蹄師 是可以無視敵方裝甲進行攻擊的 所以這場比賽相當的經典 一個是什麼都能穿透的槍 那喬治亞人是非常坦的騎兵 而且造價便宜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 目前看到喬治亞人 上面有一塊黃金 右邊有一塊 兩塊黃金的位置 是還可以的狀態 只有這塊比較危險 還有這塊主金的位置 這個主金的位置 應該能把往外圍出去 所以應該問題不是那麼的大 最主要還是這塊附金 這塊金也還好 也可以開TC 問題不大 那目前看起來 喬治亞這邊地圖 沒什麼太大問題 問題只有左邊這個地區 該不該直接圍死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是地圖 黃金在後面 果汁在這裡 那地圖方面看起來 對於立陶人來說是還可以的地形 但問題是他的石頭在外面 而且木區呢 只有兩片木而已 這片木基本上是不太能用 那他的兩塊附近都在正前方 那這場比賽呢 也可以說是MBL 他有這個寶兵單位的優勢 但是他的地圖非常的爛 那這邊石頭能不能守住 是算是重點 那他的富士在這裡 你待會開TC也可以在這邊挖 好像問題也不是那麼大 好 好 那喬治亞這邊是一個極速升級啊 雖然TC閒置大概5秒 但是他這邊偷支部 然後16P升級上去了 好 這個就是 超級超級的搶風 搶附件時代 好 這邊慢了一點點 木頭還差一些 好 等一下木頭 就可以去 點下馬舊 好 點下了一級伐木 直部技術 那這邊要趕快 去把這個肉採起來 這邊伐木工可以停下了 好 肉馬趕快按 那這邊 喬治亞 打肉馬 立陶宛也是打肉馬 但是MBL點了一級農田 這就意味著他前面的肉馬 會比對手少一隻喔 那這邊還是要多靠槍兵去做防守 會比較好 好 那現在喬治亞這邊肉馬 繼續按 這裡農田 打了三片田 好 現在斷肉了 沒有肉 這裡村裡不能斷 所以要繼續按 好 趕快繼續撒農田 把家裡圍好 三隻肉馬來了 第一波交戰 雖然 兩邊都是你看我看你 MBL少了一隻肉馬 但是 現在農田的肉量 非常的足夠 應該可以打到20分鐘喔 左右 才需要再去補這個 農田了 應該沒那麼久 18分鐘左右 好 那MBL這邊已經圍好了一片 一圈了 這邊 這邊都已經圍好了 地圖來說 算還蠻後微的 好 欸 這個墓區居然還能連起來 OK 正面擋一下 肉馬也擋一下 肉馬也擋一下 應該是兩邊前期 都是你看我看你的路線 不會有太多的交戰 因為這邊兩邊打起來 誰都不會賺 那喬治亞這邊地圖 居然是圍成這樣子啊 這樣子的話 確實就不用圍到底了 非常省資源 那問題是 這邊就很難讓人家溜進來 要一直繞圈圈 但我覺得問題應該也不是那麼大 好 問題是中間這一坨兵 要怎麼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立陶人的槍兵移動速度是真的快啊 好馬上就走到人家門口 槍兵繼續追 肉馬開始打 好兩邊小打小鬧 喬治亞轉工兵了 MBL這邊支援量只差一點點 準備要來升級 十代了 結果這邊好像又沒有要升 這邊肉馬又再繼續補 喬治亞 這邊是補了工兵的關係 MBL打算要先去補一些肉馬 待會可能會上品種 直接用肉馬一波帶走 再駝兵喔 好 那瓶種待會也要點下 現在MBL在後面攔截過來的兵力 但是這邊 血量有點殘了呢 點瓶種的話 血量也不是只那麼多 好目前還沒有瓶種 MBL會怎麼打呢 躲了一個四級 瓶種一級防點下了 OK 很正常的肉馬 夾緊戰術 用肉馬夾還要點下一攻 但是喬治亞已經升級了 城堡十代了 這邊牆兵戳了一槍 來囉 這裡很關鍵 戳下去 先把牆兵解決 好肉馬現在後面打個一波輸出 但是一攻才剛升級好 這一波先交戰其實有點小虧 直接把牆給滴掉 有一級射的貢兵 拉打傷害其實很高 好這邊殘血肉馬全部被收掉了 一攻一防的肉馬還有品種 輸出能力非常的好 工兵直接先繞幹了 快跑吧工兵 後面肉馬趕快追 MBL升級已經落後了 這邊四級補下去之後 可能還是要靠買賣一下 OK買賣一堆資源 趕快升級 木頭再慢一點 好賣掉木頭 升級時代 OK 好這樣MBL支援就全部用乾了 好那我們這邊看一下這一波弱馬 能不能抓掉工兵 MBL這波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這裡剛升級上去還沒有轉槍兵 好直接進吃槍兵 槍兵在兩隻前面靈機倒地 現在工兵點下二級射之後 奴兵來不及升級 因為也沒支援可以升 這邊是直接轉騎士 工兵要全部被弱馬給吃掉了 MBL這波打得很好 這波一定要打 打完之後 工兵就可以安心了 就不用擔心對方轉工兵配騎士 這種很麻煩的組合了 好那現在騎士的部分慢慢出來 喬治亞是選擇了走馬公路線 那馬公路線的話 喬治亞人要打立陶宛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畢竟自己的寶兵單位 莫拉斯帕 是比較容易被列騎士給克制住的 很有可能MBL會直接掏出戰毛兵 那立陶萬人他的戰毛兵 也是遠防最高的戰毛 遠防高達10點 一般的重裝馬公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那這邊可能會先轉個輕騎兵 然後轉戰毛3TC開農 會比較適合 這裡有機會囉 馬公過來看到這裡 完蛋了MBL 沒人防守 直接鑽小洞 一隻兩隻 哇村民Buffet 這裡要硬蓋好 三隻 拿下了山村還不錯 好現在肉麻在後面繞 現在要繞到東西不太容易 立陶萬這邊要趕快補修道院 這裡立陶萬的目標呢 是要趕快把這個生物撿起來 自己優勢才會大 所以這邊肉麻可以先去探地圖 兩邊地圖都有探 可以看到MBL這邊視野 其實探得很好 但是卻沒有看到太多的生物 現在只看到一顆 跟下面這一顆 還有上面這一顆 三顆生物 現在再把邊邊角角給探起來 結果這一坨的肉麻抓到了 喬治亞這邊大量村民 賺爛了 這一波 血虧 直接找了六村 剛剛抓三村 現在還六村回去 喬治亞這邊大意了 沒有閃 這一道沒拿下 撕一隻肉麻 好 這邊MBL也失誤 肉麻狀騎士 送了一堆馬 現在家裡 修道院 還沒有補下 現在馬公的問題有點難解決 這邊似乎是想要靠肉麻 去擋嗎 鬆馬就出肉麻 我覺得有點硬 還是要出個奴炮 或是戰毛之類的會比較好 但是戰毛現在成型 需要時間 先用奴炮頂下 爭取一點時間 這邊再抓到了一村 MBL這邊硬抓村 抓到了村民樹的差距 再收掉一隻騎士 這個騎士有點打不太贏 人家打 打群架的 這個工程機製造所 來到了82% 蓋不起來 應該也不用硬蓋 趕快拉回去 去別的地方 拔木就行了 MBL這邊直接上 挖石頭 要來蓋城堡 城堡沒意外 應該是要先蓋在家裡 這邊肉麻抓得漂亮 直接抓掉了大量的馬公 這邊親切片 要直接上去抓生女才行 一隻兩隻 結果被招惹了一隻肉麻 但生女三隻倒地 MBL這一波正面雖然打不贏 但是生女能抓光 就還不錯 我們這些肉麻 終於也被騎士搞定了 好 喬治亞現在是單TC 全力爆兵 想要一波帶走MBL 但是看起來是有困難 好 投擲車準備好了 那待會城堡 可以考慮 考慮蓋一下這個位置 把這個田低調 床子低調 蓋這個位置 或者是直接蓋在裡面 這個高地 但是不管怎麼蓋 都是可能還是要偏裡面一點 因為現在這個城堡的位置 往外蓋是風險很大 好 喬治亞人 現在馬公配騎士 投石車已經準備好了 馬公這邊又偷抓了一村 現在村民差距1460村 對49 MBL果不其然 在後面補了一根城堡 好 雖然大家的認知是覺得城堡往前蓋 防守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對方投石車馬公出現的情況下 城堡就自然不能往前蓋了 通常會蓋到一半會有公安事件 出現 很容易就炸裂了 喬治亞直接一個前置 強化教堂 這個有點意思喔 想用強化教堂去控制農田嗎 挺有趣的 好 好 那MBL這邊其實還是有在出兵的 出了很多的馬 八隻馬還在出 剛剛只單靠輕騎兵能夠 打到更多的優勢嗎 現在喬治亞人也在努力的去撿生物 好 但是家裡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MBL被馬公騎士投車給壓制住 這個馬就快要沒了 現在在轉騎士 好 這裡僧侶又再拿掉一隻 不錯 喬治亞都會發現自己少點了品種 好 點下了品種之後 騎士跟馬公的血量就會再多加20滴血 好 MBL家裡也開始補 列提斯 那現在沒有教堂的關係 欸有教堂 教堂在哪裡 在後面 趕快先來撿一顆聖物 先加個一點傷害 結果投石車打TC 結果把農炮給砸掉了 MBL這一波操作有點失誤 後面騎士在追這些馬 這邊肉馬怎麼突然回頭 沒有空跑 好 點下了三城堡 好 那三城堡點下之後呢 城鎮中心 就可以去射回去 這個投石車了 這也要拉更多村民過來修理喔 不然這個TC修復回來 現在是四台投石車 第五台也要來了 OK 點下一級射 終於可以反制投石車了 那 立陶宛人也是唯一一個 可以靠城鎮中心 去做一個很好防守的文明 好 這裡想要直接抓村民 好投石車要小心 現在沒有二級射 TC有點難擋 好拿下一台投車 村民還在修 血量回到了一千滴血 但是MBL的資源已經快來到極限 資源一直在修理 騎士受不了往前衝 這波投石車還在輸出 但是這波已經修起來了 MBL沒有問題 這波走得很好 哇 三層寶 就是這樣用的各位 點三層寶 的時候 其實勝率都會很低喔 就意味著你被壓制的太慘 才需要去點三層寶 好 這裡點一下 喔 這裡再收 手村被砍死了一村 烈提斯 往前坦 坦這些騎士 後面投石車砸了一發 城鎮中心 還在努力輸出當中 這根城堡還在蓋 但是有點難蓋起來 現在烈提斯數量有點少 爭取到時間不夠多 後面要需要拉更多村民過來蓋才行 MBL現在前線 蓋寶村民一直被射殺 小家人這一波直接想要一波帶走 投石車後面還在瘋狂砸TC當中 現在城鎮中心 血量修回來 但是騎士已經衝進了亂凱因通 最後城堡還是蓋好 這個城堡蓋好之後 MBL的門面 就可以比較安心一點了 好 村民放出來 繼續修理 現在後方的經濟 現在喬治亞也轉出了3TC 開始在追經濟了 MBL現在是74村 打70村 那現在喬治亞的馬公 還是有很好的機動性 所以撿了一顆聖物 那現在 右邊 直接在空地開TC 有人這裡的地方都是高地的關係 都是斜坡 沒有辦法敲下城鎮中心 所以只能敲在這種尷尬的地方 離牧區稍微近一點而已 好 這裡直接走過來 被TC跟城堡射掉了幾匹馬 好 後面的 申呂三隻 直接被打倒 被招牆掉了兩隻獵提示 好 這樣這一波 招牆得很不錯 現在開始轉了大量的申呂 雙秀刀眼 產申呂的路線 好 但是這波有點送兵喔 直接撞到人家城堡下面 好 阿公想要抓申呂 但沒抓到 好 三城堡的防守效果 是真的好 射程來到了9點射程 好 OK 那現在喬治亞也開始轉清奇兵了 這個生物有機會可以去拿一下嗎 喬治亞的生物 現在只拿了 一顆 但這一顆還沒有拿到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看到 唉呦 他的視野有點暗阿 剛好生物的位置都是邊邊角角 沒有看到阿 好 現在喬治亞也沒有這個心情 想要去拿生物 他可能覺得MBL已經拿完了 但MBL其實根本沒有的 哈哈 光防守就已經有點累了 所以喬治亞的目標 是要繼續干擾MBL 正常開農 好 這一波騎士 烈提斯馬弓 後面烈提斯直接戳爆了後面的騎兵 投資車直接被武士 好 這台投車 MBL沒有打算理嗎 理一下吧 這裡幹嘛 就直接被抓死 MBL的烈提斯直接打出了成盾傷害 好 馬弓稍微回頭 拉弓 拉打一下 好 繼續反擊 這些烈提斯 烈提斯有點擋不太住了 現在有彈道學 唉唷 後面這個僧侶 OK 解決掉叛徒 現在3TC 繼續開農 那MBL樓村民術現在是92村 對上95村 喬治亞 那兩邊的經濟是差不多的 只差了800資源 但是這坨馬弓已經成形了 這就意味著MBL 再繼續出 烈提斯的話 經濟可能會炸裂 會炸裂的 好 補了一個亮王塔 防守這個農田跟牧區 要收村要收村 完蛋 來不及第一時間收 好 那這裡可以考慮 直接點二集社 或是先升城堡時代 MBL在中間有一波 正面突襲 抓到了一些村民 正式級家裡 這裡也是BBQ的狀態 BBQ 家裡燒起來了 TC沒有二集射 傷害有點差 好 這裡想要蓋強化教堂 結果被箭塔給射了回去 一定是忘記這裡有個箭塔 好 地龍時代已經補下了 現在還有兩分半左右的時間 現在馬弓七隻 繼續量產當中 好 衝過來 對撞一下 好 地龍時代二集社 終於補下了 這些馬弓真的是硬扛 這些傷害扛了很久 所以我覺得喬治亞這樣送馬弓 並不是太好的一個決定 喬治亞這邊應該是要來蓋堡 好 直接蓋這個門面 但是喬治亞的經濟 其實是沒有辦法 升帝王時代的 他的石頭太多人挖了 23個人挖 好 直接補一個房子 過來阻止蓋堡 好 這邊要敲掉這個房子 NBL有預判到 但是沒有辦法 對方還是要來插堡了 好 直接蓋下去 後面的馬還在瘋狂亂衝當中 這裡拿下 對於NBL來說 經濟確實有點糟糕 好 但是他往外直接開TC 開在你臉上 好 那這樣就會讓喬治亞人 需要回救後面 正面這裡的寶可以蓋起來 沒問題 好 後面的馬直接衝進去 開始抓村民 現在兩邊都在著火當中 但是這裡有兩根城堡應該可以守住 重點是前面這裡 這個城鎮中心蓋好 雖然可以防守沒錯 還有這個三城堡的能力 但是防守效果會有嗎 收村收村收村 NBL 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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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收村了 好 巨型投資機 準備登場 NBL 村民處被抓的有點多 好 這邊補了一個城堡 26隻馬弓直接衝進來 小子亞往前 拍到了馬弓兩隻 再預判一下 哇 但是沒辦法 清奇兵來了 先抓駝車 城堡又繼續蓋在臉上 小子亞繼續壓寶 壓得好兇啊這一把 好 但裂提斯在後面 也在偷抓村民的這一波 喬治亞後面經濟開始大 大大的遭受打擊 右邊這裡又有寶 23個人挖石頭 就是為了寶推嗎 看起來就是 唉唷 最後裂提斯 撿到了三個聖物 裂提斯傷害現在是12 13加5 哇 18點的傷害值 太猛了 好 但是馬弓依舊有用 好 繼續壓寶 裂提斯在對方家裡的騷擾 已經告一段落 現在喬治亞村民處 暫時領先 這個壓寶壓起來 沒有辦法阻止 後面的裂提斯 繼續防守 城堡繼續攻城當中 就行投資機 兩台架起來 好 開始慢慢拆掉喬治亞城堡 要是喬治亞這邊城堡 都被拆掉的話 待會自己就沒有裂提斯 這個莫娜斯帕可以用了 但是應該也還好 對上立陶宇人 用莫娜斯帕 本來就不是非常賺的事情 可能直接轉個大槍兵 配馬弓 可能會對喬治亞這邊的 後期的路線會更好 好 這裡偷蓋城堡 好 好 這裡想要修理 來得及嗎 欸 罪行投資機 插 插一下 MBLO沒有蓋起來 MBLO 你這個城堡還沒有拆 完了 MBLO有點貪心 他以為被打掉了 其實沒有 這麼直接硬蓋 這個城堡 好 最後還是蓋起來 好 趕快收村 列提斯打一下 這裡馬弓全部收到裡面去 好 放出來 射掉列提斯 這裡有偷偷人 偷偷在伐木 好 結果這一波 有大量的 馬衝過來撞城堡 喬治亞的基地 開始慢慢的全部洩弱 三根城堡順利拆除 MBLO 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有時代上的優勢 還有巨型投資機 可以拆除這些違建 那現在喬治亞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趕快升到帝王時代 在這裡木頭 可以趕快賣一賣 木頭賣一賣 但是好像沒有補士級嗎 你的士級在哪呢 忘記補士級啊 現在不能買賣 怎麼辦 好 直接過來挖黃金 小子亞在前面 投資了非常多的 生女跟馬功 現在家裡的黃金礦 已經挖得差不多了 後面這裡還有 一兩撮的黃金 遊戲時間來到了50分鐘 MBLO成功撐住了 三根城堡 但是這個TC 血量好像有點慘 修一下 墊下了手錘車 那現在帝王時代補下之後 喬治亞帝王時代 還是要轉槍兵才行 馬功配槍兵 這裡戳掉 這裡大量村民 現在馬功 應該還是會繼續走 馬功這邊的優勢其實還蠻大的 只要立陶宛 這裡MBL 不轉戰毛兵 基本上 喬治亞還是有主動權 在MBL 少人到帝王時代 後期左右時候 看到大量槍兵 一定要轉戰毛兵 這樣就馬功 槍兵都能解決 這裡再來用 類提斯逼退回去 類提斯現在殺傷力非常強 有三個生物的傷害關係 13加5的傷害 已經通報了大量村民 NBL的村民處 中午要追上喬治亞人了 這裡賣了兩百石頭 換一下黃金 要點金銳烈提斯了 漂亮 金銳烈提斯點下之後 那你就糟糕了 喬治亞 喬治亞這邊的聖物還沒有減 現在槍兵升級 也需要一些黃金跟食物 現在要專心守家 等槍兵出來才有可能 哇 結果這一坨村民直接被抓包 吐了 損失了非常多村民 兩邊村民處都差了很多 類提斯升上去之後 攻擊一直加3點 現在來到21點的傷害值 但還好21點的話還是要3槍喔 如果拿到4生物的話 才需要2槍 才可以搓死1隻村民 21點傷害就可以2槍1隻了 沒事沒事 因為這個村民呢 是1點的近戰防衛力 所以呢 21攻的話 是2槍1村 這樣燒了能力 就會變得非常可怕了 現在喬治亞的大槍兵升級不上去 趕快再賣一點資源 點搭槍兵 好 點上去了 好 軍營 資源再繼續控一下 好 這裡又來了 哇 兩槍一村 很痛很痛 怎麼擋怎麼擋 哇 村民一直在下降 但是上面這裡槍兵往前戳了 高炸這一波不管後面著火的問題 重點是正面巨型投射機給到的壓力很大 NBL這邊想要用立陶宛的 列提斯直接衝破正面槍兵防線 但是沒有辦法 守不住 好 列提斯這裡要趕快走 正名高打低 戳爆了大量槍兵 槍兵全部倒地 拿工現在還沒有點下 化學 鋼點而已 傷害有點差 好 快就去戳射 NBL 列提斯去出 還在騷擾 列提斯 還在GO 還在輸出 好 現在NBL點下了 三級伐木 三級農煙點 直接把經濟控到最好 但是問題來了 沒有這麼多黃金 可以挖 這個黃金待會要空下來 好 正面的馬弓 數量只剩下9隻 喬家人 即使這邊生了化學 現在還要穩定黃金才可以 有沒有看到這塊黃金呢 有看到 但是現在家裡已經沒有辦法正常營運了 一堆列提斯到處騷擾 後面的黃金也被控住 槍兵這邊產能 似乎不是很穩定 現在資源也已經來到了極限 沒有資源 就沒有槍兵 再來NBL 這邊控資源 控得相當好 好 這邊有更多列提斯送過來 這裡繼續買賣一波 只要這根城堡拿下 基本上就十拿九穩了 這個殘血的巨頭 沒有打算修理 但有點忙 NBL現在多線操作 還在輸出 這兩隻列提斯 擊殺掉了26隻的村民 我的天 還在輸出 還在輸出 喬治亞這裡馬攻 繼續反擊 NBL 這一波反殺打得非常漂亮 本來是被壓制住的那一方 但是現在喬治亞 已經沒有辦法 有能力抵抗立陶宛人的列提斯了 三個勝負直接戳爆了大量的馬攻 這時候喬治亞打出了GG 我們恭喜NBL拿下比賽的勝利 沒有想到NBL被三根堡壓住之後 還能反拆城堡 進行反殺 這居然不是NBL的錯覺 我能反殺 是他真的能反殺 太猛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就是由NBL拿下食物黃金死料的勝利 三勝物非常舒服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囉 各位掰掰